请 程 程主夫人 我要毁于伤怀 有您的必要 程主定能无虞 他一定会没事的 徐帅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 但是你不可反对 照办便是 夫人有何吩咐 尽管说 我想 去见吉吉 你想亲自领命上战 是 但是不是上战场 我想在恒山宫他们发现之前 假冒密使的身份 去与吉吉进行谈判 一方面 是为了阻止他二人结盟 而另一方面 徐帅可趁吉吉松弛戒备之时 继而灭之 夫人 万万不可 如今前有狼 后有虎 我们父辈受敌 已无退路 我心意已决 此事要想一击必中 必须由我亲自完成 可此事太过于冒险了 我想请您帮个忙 夫人请讲 我想请徐帅 帮我挑选精锐庶人 让他们随着我 一起办成恒山宫的密使团 进入王庭 这些人需要机敏一些 善于随机应变 等到时机成熟 我会派人通知徐帅进宫时间 到时 徐帅带军突进 而呼纳可领兵从后方 截断积极的援兵后路 这样 此行才可以保证万无一失 可是夫人 你将这一切安排得 妥妥当当 这一切的危险 你都担在了自己一人身上 此去万难 要万无一失 此事 只能我去做 如今城主卧病在床 我乃是夫人 徐帅当之 此事别无踏选 徐帅听命 臣在 找姜妍正 日夜不离地看护城主 传好运来 随我一起进入王庭 三军整顿待命 一举击破极极 臣遵命 臣这句什么 你去安排 去吧 夫人此局命选一线 请您记住城主在此等候 老臣在此等候 还有千万大圣子民在此等候 等候夫人凯旋 对 雲儿 你怎么哭了呀 姑娘是不是做噩梦了 姑答应你 等你醒来之后 姑爷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带你回家 好不好 所以玉儿 你一定要快点醒过来 许悠然 你为什么不让我撞破三太叔的好事 我要找个舒服的雅阁你不肯 我要照亮个小姐姐你还不肯 你到底要干什么 在这儿当然是要看风景了 你还好意思看风景 风景这不是来了 来eder,大眼睛 尖叫的 通知 他本身讨论 我包어 ck 莱鹏 我走 乃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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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啊 你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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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月儿 天气如此寒冷 为何久留于此啊 我在等父亲 岳儿 你为何不开心呢 城主在北京生死未卜 前线军情不明 父亲怎么能行谋逆之事 我看你是浪荡久了 朝滕局势还不明白吧 从前父亲再怎么看不惯城主 也不至于谋他性命 都是骨肉至亲 父亲此举与大圣 与萧家何意啊 与萧家何意 难道是为父要他命吗 他一意孤行亲自被争 那是塔特急急的毒 要了他的命 你让为父该怎么做呢 看着徐鼎 忽假忽微地夺取朝堂 把萧家的天下拱手相让吗 父亲 徐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意图啊 徐家徐家 干扣徐家 闭扣徐家 闭扣徐家 你知道徐鼎的一句话 在军中 比亡命还重要吗 好 小晶云已经无可救药了 若是徐鼎还忠诚 为父不动手 其他藩主也会动手的 到时候 你那心爱的徐玉 又能有几分把握保全 可 可将院政医术高明 哪怕只有一线圣机 也能够将他救活 医术再好 能活死人肉白骨吗 有一线圣机 我都不会拿 萧家的天下冒险 父亲 月儿 话说至此 为父真的希望你能够明白 不论是徐玉的未来 还是江山设计 最终 还是要靠我们衡山攻附 我可以先设计 什么时候 想我可以 请设计